一乐部分来关注的是在台中渔民48岁的唐姓男子 半年来他在睡觉的时候常常出现鼻塞的状况 鼻腔有臭味 喉咙卡弹 偶尔还有头痛 虽然他有看诊治疗过 但只要一停要下来状况就会复发 直到最近他到大医院检查才知道原来是他的牙齿在搞怪 他先前直牙的人工牙根掉进了鼻痘腔里 导致鼻痘炎反复发作 探头渗入鼻腔 里面卡了一根金属物体 他就是汤先生的人工牙根 也是导致他半年来鼻腔会闻到臭味的原因 医师小心翼翼把直牙体夹出来 足足有两公分长 牙根跑到鼻痘 造成了慢性的发炎 那持续这个发炎就会造成鼻痘有浓 从鼻痘流到喉咙 造成一些 壳痰 鼻塞 还有耳朵痒 闷塞的一个问题 人的上排中秋迟这个地方靠近上汗痘 汤先生两年前直牙 牙体可能是骨质不稳 掉进鼻痘 造成鼻痘炎 这也是为什么汤先生睡觉会鼻塞卡痰 还会头痛的原因 微创的方法把它取出 解决这个患者呢 因为此原性造成了一个问题的鼻痘炎 术后配合抗生素治疗 汤先生的鼻痘炎再也没有复发 医师建议如果有不明原因 耳朵痒 耳鸣或是鼻水倒流 症状超过一个月以上 就要详细检查可能是牙齿 引起的鼻痘炎 记者综合报道